大家好,正式节目开播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11月24号到29号带大家去上海和宁波游学 这是咱们第二次去淘宝包游区 上一次是去的南京和镇江 那么说起来上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基本上可以讲的是近代化的城市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古迹 尤其跟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徐家会,最早的天主教徒,菊光企业 最早皈依天主教的这个人 他建的教堂和他的墓地 比如蛇山圣母大教堂 这些都是远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教堂 当然了,御园,城隍庙这些大众景点咱也要去 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师博 这是一个非常藏品丰富的博物馆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去一些小众的景点 比如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 见证那段中韩共同抗日的历史 宁波就不用说,名声古迹众多 是吧,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全明广三个州嘛,他的明州嘛 是吧,所以呢,比如说像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因此呢,像这个国庆寺啊,阿玉王寺啊 包括这个浙江凤化的雪斗寺 那尼勒佛的这个道场 这些地方呢,我们都会去看到 也会去一个小众景点 比如说高历史馆就职 总之,让大家呢,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绵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啊 经过各路专家的科普 各位呢,也都知道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矛盾很深 但有人说呀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或者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 大家迫害 他们是天生的世仇 犹太人呢,就不允许阿拉伯人发展壮大 这话呢,就很扯了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存在什么天生世仇 现在以色列社会当中呢,还有相当多的阿拉伯人 也没听说过他们有种族仇杀的新闻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给我们开车的那个司机 就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因为那个很多那个教堂啊什么 都在这个巴勒斯坦控制区 所以他会讲阿拉伯语的 阿拉伯人到那呢,他方便 行事跟当地人沟通啊 什么比较方便 以色列啊,严格意义上讲 也是个多民族国家 除了人口占70%以上的犹太人 还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阿拉伯人 还有少量的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切尔克斯人 他们呢,是奥斯曼帝国时期 被苏丹流放到这儿了 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80万人口 不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参军人数都远远不够 于是呢,以色列政府就规定了 凡是主居以色列领土的阿拉伯人 可以申请获得以色列国籍 在那个时代,中东巴勒斯坦地区 由于各民族之间长期混居 他们在选择宗教信仰的时候 不一定是非要遵守祖宗之法 像黎巴嫩阿拉伯人信仰天主教的情况很常见 乔布斯的爹就是这个阿拉伯的基督徒 因为当时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极端保守 这些信仰其他宗教的阿拉伯人 如果呢,到了保守的阿拉伯国家 必然会遭到迫害甚至屠杀 就这样呢,为了自己的信仰自由 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 最先的申请成为以色列人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 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进行了大迁徙 其中呢,有将近16万阿拉伯人留在了以色列 从1949年1月 以色列第一次举行议会选举开始 阿拉伯人就有资格参选 当前以色列议会呢 有120个议席 阿拉伯议员呢,大概有13个 现在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呢 增长到了200多万 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些阿拉伯人呢 以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为主 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 常年逐水草而居 能成为以色列人呢 是因为呢,以色列建国的时候 他们恰好在他境内也就入了集了 这些人呢,一直在过着游牧的生活 以色列政府呢,一边修建博物馆 保护他们的游牧文化 一方面呢,鼓励贝都因人固定居所 因为他们的房屋啊,太简陋 安全和卫生都成问题 所以现在大部分贝都因人都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 还有一些部族呢,不愿意定居 还把政府告到了最高法院 引发了不小的纠纷 另一伙德鲁兹人呢 则需要重点的强调了 这些人是一群比犹太人还忠于以色列政府的公民 德鲁兹本身就脱胎于伊斯兰教 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下面的一个下属的分支 演变来的宗教社群 随后呢,逐渐就演变成了民族 他兴起于11世纪埃及凡迪马王朝第六任哈里发 哈基姆统治末期 哈基姆晚年呢,精神虚长 一股脑的宣传 自己是安拉的化身 跟胡秀全一样 并且呢,派学者按照这套逻辑去传教 信这一套的教派呢,就被称为德鲁兹派 1021年,哈基姆失踪 原来的教派就开始对德鲁兹派反攻倒算 德鲁兹派呢,为了自保 就停止向外宣传 也不接受外人转入 他们遵守塔基亚原则 啊,既必要的情况之下 隐瞒自己的信仰 甚至呢,可以表面上转入其他宗教信仰当中 以免受到迫害 所以这伙人信了基督教 是完全合理的 另外呢,刚才提到 由于他们不对外宣传 也不接受传教 这就导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宗教理解上 非常的特立独行 他们在宗教上认定信不信伊斯兰教是自己的事 跟外人无关 没有信仰的外人是他个人的损失 自己没有义务为神传播信仰 更没有必要去干掉他 在宗教中都如此 他们在生活上呢,更是世俗 坚持呢,一夫一妻 还要喝酒吃红烧肉 毕竟我隐瞒自己信仰之后就不是穆斯林了 那喝酒吃肉又算什么忌讳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什叶派的分支 而且在宗教理解方面还如此离经叛道 伊斯兰教中最大的教派逊尼派 所以对这个德鲁兹啊 抱有非常大的敌意 马姆鲁克王朝时期 军队曾经三次发起对黎巴嫩山区北部 这个惩罚性的远征 逊尼派的教法学家 在劝说当地居民回归无果之后 公开号召各地穆斯林 加入对德鲁兹人的远征行列 德鲁兹人躲进山林拼死抵抗 号召民众展开对逊尼派的盛战 在战争当中 德鲁兹人虽然扼杀了逊尼派的野心 但自己呢遭遇了巨大的伤亡 自此呢他们建立社区 内部人自行通婚 以求呢抱团取揽 到了1917年 英国的外交大臣贝尔福 发表贝尔福宣言 犹太人被允许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 对阿拉伯人来说 自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呢 受到了威胁 两方人马在这期间呢不断发生冲突 在冲突的过程当中 本属于阿拉伯人的德鲁兹人 并呈着中立立查 对开夫来说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势力旗鼓相当 自己在阿拉伯的统治下 待遇也没好到哪去 何必急着站队呢 就因为这个中立的德鲁兹人 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暴吼 所以1936年的阿拉伯大起义当中 就有很多德鲁兹人遭殃 这样的境遇 就让他们站到了犹太人一边 以色列人一建国 大量的德鲁兹人第一时间 跑到这个以色列 成为第一批非犹太公民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 最危急的时刻 德鲁兹人主动请英 要接受以色列的国防动员 以色列国防军只面对犹太人进行登兵 其他民族呢 被排除到了军队之外 这也是为了避免呢 阿拉伯人跟其他阿拉伯国家 合作的可能性 但这次呢 由于形势所迫 再加上德鲁兹人参军热情高涨 很快呢 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在战斗当中 以色列政府发现 可能是由于宗教派别的关系 也可能呢 此前一直受压迫 这种仇恨 德鲁兹人 打阿拉伯人 极其卖力 虽然呢 他们都是被临时动员起来了 但是战斗意志 甚至比以色列国防军还要高 至此呢 以色列的兵役法 就覆盖了 全部除世俗犹太男女公民之外 还扩增到了德鲁兹的男性 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 以色列击退了叙利亚的进攻 并且夺取了戈兰高地 随后呢 就把戈兰高地 许诺给德鲁兹派自治 叙利亚又有大量的德鲁兹人 趁乱跑到以色列 根据以色列政府的估计 六分之五德鲁兹男性 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 而犹太群体里 只有七成犹太男性 在以色列军队当中服役 换言之呢 德鲁兹人参军的比例 比犹太人还要高 这次冲突当中呢 在黎巴嫩战线上 阵亡了一个叫 阿利姆阿普杜拉的中校副旅长 他就是德鲁兹人 对于他们的忠诚 以色列政府也给了 非常正面的回馈 2001年 一名这个德鲁兹士兵 在一场小规模冲突当中牺牲 当时的以色列总统魏兹曼 亲自参加了 这位德鲁兹士兵的范礼 并且呢 通过电视频道全程转播 刚刚提到的 那位牺牲的副旅长 以色列国防部 也是第一时间送出慰问 德鲁兹人呢 现在投票的时候 也都投给以色列 最保守的利库德集团 因为呢 他们主张对阿拉伯人强硬 而只有对阿拉伯人强硬了 德鲁兹人才有活路 由此可见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 不是一门心思迫害打压 否则的话 怎么解释这些德鲁兹人呢 只要阿拉伯人 愿意接受世俗化生活 对异教徒容忍宽恕 我觉得以色列是愿意接纳他们的 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个人嫌狗不待见的德项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兄弟 穆斯林兄弟 每一个愿意接纳他们 所以他们有必要反思反思自己 这么多年 有没有世俗化 有没有容忍以色列 好了 关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故事 咱们基本上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